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废除拜登对国税局的拨款 并承诺将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调查联邦政府滥用职权行为 特别是联邦调查局武器化问题 此举被美媒普遍视为 共和党对民主党动用公权力调查特朗普的反击 埃卡西声还将成立一个 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调查如何把流向中国的数十万个工作岗位 带回美国 中美关系会会成为美国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1月5号 美中约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 1月8号 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实战演习 五十西架次战机三面围台 此前 中国辽宁舰航母编队跨年远航 首次体性关倒 麦卡西当选美中医院议长 会否成美国人的噩梦 麦卡西他可能是美国的Listras 任期之内他会受到双重的挑战 他是一个现实版纸牌屋的主角 他埋下了一个毒药给自己 很难凝聚全党的向心理和你自己的个人的判斥 他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 只是名义上的议长 这个议长是绝地会挑取这个冲突的一个营火点 美国的政治现在是越来越肮脏 越来越肮脏 《一胡一息谈》BK 每三号人物惨淡开局 撕裂加剧会否引发内战 《一胡一财》有话大家谈 2023年到现在为止才刚刚过去两个礼拜 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百年突遇的奇迹现象 这个场景就出现在美国国会 麦卡西好不容易坐上了国会议长的宝座 完成他人生的大梦 人生的美梦 但是这个美梦对他个人而言 可能却是白宫主人的噩梦 以及对其他的国家也是相当的新挑战 一开始大屏幕我们看到了 经过了四天十五轮的投票之后 麦卡西终于是成为了美国164年以来 第一位男产的议长 看到这场面白宫主人拜登说 哇 好尴尬 世界都在看这个场面 您看到这个场面的过程 用一句话形容 除了好尴尬之外 您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先请叶言一句话告诉我 您的反应是 现在美国媒体认为麦卡西 它可能是美国的Liz Truss 因为之前在Liz Truss辞职之前 英国的流媒体做了一个直播 也就是左边是Liz Truss的照片 右边是一颗生菜 就在赌 究竟是Liz Truss这颗生菜 谁能够更保鲜 那么现在大家认为说 现在美国媒体也在赌 就是这个麦卡西 是不是他的政治生涯 能超过一颗生菜的寿命 但是陈正伟要问你 麦卡西本身非常自豪地说 他1000%觉得可以任期完整 你有这么大的信心吗 我个人认为他的任期之内 他会受到双重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共和党内部的挑战 共和党内部的Freedom Caucus 我们说的这个极右翼的这个团体 一定会挑战他的领导力 而且会给他设置非常多的障碍 第二层挑战就是 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 就是由于他们的这个政治观念 分歧越来越大 那么如何能够跟民主党来 共同合作 然后来推动国内的政治议程 我个人是觉得 他的1000%的这个信心 只不过是这个 向媒体发出的豪言壮语 他自己内心估计可能 也不知道他的这条从政之路 最后能够走向哪里 虽然在中美之间两地跑 两地穿梭 也观察不同的政治生态 麦卡西说 他自己是个被低估的政治斗士 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我比较认同他的这个评价 因为他21岁的时候 还开过一个杂货店 你想想这一个开店 后来卖店 后来决定这个从政 这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现实版纸牌屋的主角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一系列的精彩的 这个将来的 在美国这个国会 这个巨大的政治绞肉机里边 如果你能够生存下来 能量不可低估 有人甚至预测他 将来可能是美国的 总统的候选人 我觉得这一点呢 我觉得麦卡西 他虽然狡猾 我觉得他在利用这些敏感的 政治关系和人脉上 他有他独特的一面 他适合做这份工作 他适合做这份工作吗 在美国人眼里 何平兄你是这么看待的吗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 事实上他就是政治的变色龙 您怎么评价他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呗 这是美国政客里边 这种人特别多 一般美国的政客 就是想着怎么去过上爬 对吧 所以他们主要是要代表 一些利益 所以美国的政治 现在是越来越肮脏 越来越肮脏 也不是说以前不肮脏 只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公开了 过去呢 还是君子协议 咱们是 咱们有些底线不能破的 现在的底线越来越低 越来越肮脏 好 何平兄一直讲 这个底线越来越低 越来越肮脏 说了四五次肮脏 但是即便是如此 这个在肮脏沼泽里打滚的鳄鱼 他接下来要求生 他还有多大的政治能量 我们特别要跳到美国现场 有两位美国嘉宾 加入我们PK的行列 画面上看到 加州现场要联系的嘉宾 是正式评论家孙小光 宾州现场联系的嘉宾 是美国华人华侨联合会的 荣誉主席张晓燕 首先小光兄 我想问的是 如果从领导的素质来说 你觉得他是一个 试任的国会新议长吗 凯文·伯克森呢 在过去的大概六年里头呢 我们接触过 在郭伯山中也接触过 在他的家乡 Bakersfield也接触过 从他个人的经历来说呢 从我们对所有的政治家的 这个经历来说呢 凯文·伯克森呢 并不是一个 有很深人脉的这个政治家 他其实这个上升的 这个位置是 上升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 那这个快的本身呢 实际上是刚才有一位先生 已经谈到了 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以这个变色龙 或者同级方式去上来的 这种东西呢 可能呢 短期或者是一时呢 会有一些帮助 尤其是在这个 跟这个川普这个关系上 从两个极端来回跳的这种方式 对一个有长远的 和有威慎的美国政治家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时候呢 你很难凝聚全党的 这个向心理 和你自己的个人的trust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未来可能会有很多斗争 但是这些斗争呢 我们看到 虽然有一百年的这种 这个前所会有的这种选举 但这种选举呢 最终是以这个谈判 而这个结束了 而这个谈判的结束 我们只知道 公开的一些承诺 其实呢 后面还有很多背后的承诺 小公兄话中有话 这里讲到说 这个戏已经落幕了 但另外一场戏 另外一场大戏是什么 我要跳到 宾州现场的小燕兄 小燕兄我们看大屏幕 你可以看到 麦卡锡这次对这个 极右翼的强硬派 也就是自由党团做了让步 第一个就是 任何一名的议员 都可以对他提出 罢免议长动议 这怎么得了 小燕兄 你看他这个折冲 整个过程当中 结果这个议案 也整个在院会当中通过了 但是是不是也埋下 新的抗争 以及不稳定的因子在 那肯定是他埋下了一个毒药 给自己 这是历史上也没有过 就是现在任何一个议员 都可以提出来 坦克他 或者重新选举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没办法 他必须要做这个让步 因为现在 在美国的一个共和党里面 这个特别是极右派 挺川普 挺特朗普的这批人 势力还是很强 所以这种情况 他想代表呢 一个去中 往中间走一点 至少代表一言 有点务实吧 他想走这条路 但是这个就遭到 党内一片极端派的 非常反 就是极端的反对 所以他现在就是 是在走钢丝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 倒是有一种 就是各方面 把这个妥协啊 协商啊 就想控制全局 他还有一定能力的 要不然的话 他也不会这么快 在这共和党里边 就送到天 所以我觉得他确实 是给自己埋下了一个 毒药已经 就是这个慢性毒药 已经埋下 但是呢 他现在没办法 在紧箍咒之下 他也得使劲拼命干 能维持多长 确实不知道 麦卡锡呢 他担任这个美国国会议长 这是宪法规定 他是一个扮演一个 国家领导者的 被胎的这么一个角色 第二个角色呢 就是议会党团 他要团结共和党 甚至他要跟民主党做妥协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任务 第三个角色呢 就是他要管理国会 这种日常的工作 比如说这个国会 要做一点宣传啊 这个国会要装修啊 他可能都要过问 他不必说势必轻功 但是他一定要学会 像里根总统那样 这个举重若轻 我觉得他这三种角色 罗列下来以后呢 已经让他焦头烂额了 那么再加上这个 他跟拜登政府 能做怎么样一个 俯会之争 斗到什么程度 那么他前任有几任 已经给他树立了 谋中榜样 就看他怎么去 一方面协调自己 共和党的利益 另外一方面呢 像他所说的 为美国人民着想 出台了这么多这个措施 他能不能做得到 我觉得他已经列出了 118届国会的 几个优先的事项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他已经开始动手开刀了 美国作为一个帝国 他们自己现在遥遥已坠 美国这个远远不是 他们在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那时候横行霸道 现在他现在的力量 越来越弱 所以内部分歧就越来越大 你看他有一个一项 就是要降低 国防和国内项目的支出水平 这里边就是一个 反映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对吧 以前基本上两党在国防上 在对外上 是没有大大分歧的 但是这一次呢 这个共和党里边 很多人呢 对这个天文数字的 就国家预算感到担心 就是对美国这个 维护它自己的世界霸权 到底怎么 他们有分歧 所以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内部 这个在一个船开始要 就像Totanic 开始要沉下去了 然后呢 怎么去救这个船 是这么一个 所以他们的吵得很厉害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反映了整个 美国的这个大垄断资本 内部的矛盾 越来越尖锐化 好 因为美国媒体 这就是跟魔鬼的权利交易 从对象的交易当中 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麦卡锡 他是通过削弱自己的权利 来获取权利 我们可以说 他通过妥协 所获得的这些投票 可能是他给自己交的赎金 但是问题在于 他没有把自己赎出来 反而更成为了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 也就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的人质 比如说放宽了这个 罢免众议长动议的这个条件 另外这一次妥协 他不仅是增加了这个 极端保守派在党内的这个权利 而且后续可能会引入 更多的保守派进来 因为他是承诺了 在规则委员会 还有这个预算委员会等等 这些委员会当中 去增加自由党团的代表数量 也就是说这些人之后会不会 其实现在这些自由党团的人 在没有进入关键的 权力很大的委员会的前提下 还能对他形成如此巨大的掣肘 那么在进入了规则委员会 或者是预算委员会之后 将如何去限制他提出立法 通过立法的权力和能力 也是存疑的 美国未来这个政治的这个分裂 主要是在党派的分裂 而党派分裂最关键的是 在共和党的分裂上 也就是说由于共和党 自己的内部的分裂 很有可能会造成 未来的众议院陷入僵局 共和党的建制派 和共和党内的非建制派 也就是说支持特朗普的 Mega这帮人 还有Tea Party的 查党的那帮人 还有一些特别极右翼的分子 他们现在捆绑在一起 但他们现在的势力还很小 他们现在在整个众议院内的 这个所占的比例的话 是有限的 共和党众议院有218席 但是这些人大概只能占40到50席 所以他们未来就是靠什么呢 就是靠这个实用杠杆 就是靠在这个众议院内提出动议 说你不满足我的要求的话 我就立刻要罢免众议院长 他就只能靠这种极端的方式 去逼迫共和党内的建制派 对他们的政治议题做出妥协 在接下来的议题当中 我们会看到就像陈真所说的 是不是真的这些极端的分子 会来绑架新的议长 动不动跟他讲说 如果你不听我的 我就要提出罢免你 这样的次数会很多吗 休息片刻回到现场 一回看待会见 如果说2024年 还是拜登和川普对决 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悲剧 川普是一个死不认输的人 他要搅局搅到最后的 川普在他的铁粉当中的 号召率还是非常强的 我觉得他最多是玩一点 政治的游戏而已 《一胡锡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一锡谈》的现场 又一位嘉宾加入我们PK的行列 您在画上看到的就是 美国华人联合会 UCA全国理事公共政策委员会的主任 王华 王华我想好奇的就是 麦卡锡他把胜利归功的 主要的大工程 他说就是特朗普 你觉得真的是如此吗 特朗普真的发挥 最重要的关键作用吗 没有特朗普支持 他就没办法坐上这个大位吗 特朗普是绝对在这个 对这个所谓的这个 Freedom Caucus这个影响非常大 那么在麦卡锡这次 就是说15轮 拿到一掌位置的过程中呢 一直都是他们在阻挡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特朗普起到了作用 但是特朗普的作用 实际上已经很受限制了 他现在留下来的就像癌症 他留下了一个毒瘤在那里 那么像麦卡这些的 Cooker都是他的毒瘤 说对共和党的政治 会有持续的影响 但是没有那么多的影响 然后另外一个就像说 其中有一个议员Gate 就佛罗里达的 他说他们中国 就是中间投这十几轮票 他说他到最后 他们都不知道 还有什么可以问 因为每一轮问一些东西 从我们外界的角度来看 好像每一轮的票就是在重复 所以说大家现在 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议会还有议长 跟议会还有多大的作用 实际上共同党就是说 这个议会有一种观念 现在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 只是名义上的议长 已经失去了很多 作为一个决策的人物的 一些关键的作用 但是你话说回来 就是美国国会 大家要了解 它是两院制 就是在你众议院 达成一项痛苦的一致 达成一项共识之后 他还会要把这个提案 送到参议院去大家相互协商 到最后总统还要签字 所有的这个障碍跑道 本身这个局限 就让众议院 他不管麦卡锡 他怎么表现 他其实他的工作 能做的也很有限 但是这个人 我刚才说他不可限量 就是他非常有野心 非常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 要为了获取权力 他可以做出这么重大的妥协 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出来 他以后如果他想竞选总统 如果他想推出自己的议案 我想他会想得势在人为 慢慢地去化解那些 这个敌对的势力 或者是那些反对他的人 让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 他还有一定的能量 我们看这个国会的新议长 不管是听其言 还要观其行 他就任之后到底做了什么 他成立了新的委员会 说要调查联邦政府的滥用职权 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的武器化 真实性点跳到美国现场 我想问的是 小光兄 麦卡锡是要打算 清算拜登家族吗 这个动作会很快吗 我个人认为 清算拜登家族的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他第一步 他只能是针对FBI和这个DOG 就是司法部 因为这两个部门 是针对特朗普 同时针对很多国会议员 进行1月6号暴乱的调查 而他们为了自保 首先第一步 必须是能够非常有针对性的 而且能够调动自己国会的权力 去对司法部和政府部门 去进行所谓的公定会 而这一点是能够削弱 对川普的调查 同时削弱司法部门的力量 而拜登本身 只有拜登儿子的计算机的事情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而且那里边一般来说 会引起民众的反弹 因为共和党必须在2024年 总统选举之前 在这一届国会里头 能够推出法案 而能够推出法案 必须通过拜登去签字 才能取得任何共和党 能够拿出的业绩和成绩单来 如果达不到这一点的话 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 而对司法部门去和国税局 必须进行这个调查的话 会赢得一部分的民心 尤其是保守派的民心 我想这是他们可能 focus或者是集中精力 去做的事情 而且有可能并不会损伤 他们的这个政治信誉 好 我转到小燕兄身上 但是这个时刻 我们看到美国媒体 特别转述了许多部分 共和党人士 现在最流行的词语就是 复仇复仇 为特朗普复仇 尤其在最近媒体 公开的附露了拜登在副总统 任职期间 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头 发现了有所谓的国家的 这种机密性的一些文件 所以特朗普就在这时候喊了 FBI你怎么还不跑去拜工 去找资料呢 这说明什么 小英兄 这个两党政治当中 他肯定是要复仇 但能不能成功 我也同意刚才小光讲的 这个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 但是他要做这个姿态 这一定要做 关于拜登呢 特别最近刚刚发现 他这个新的这个 就是说有些秘密 机密文件 他存在 他还不是这一点 他们主要是说 因为这个东西 发现的时候 是在中期选举的前一星期 就已经发现了 但是他没有公布 一直拖到现在才公布 这个是他们现在在纠缠 说这是一个 做一个动作 好像是在影响中期选举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想共产党里面 要做出姿态 还要挺穿 对吧 还要挺穿特朗普 但是我觉得 我相当相当一批的 共产党人 已经开始在寻找 下一代的领袖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还是川普 还是特朗普 出来选的话 他的胜率是非常之小的 至少是越来越小 他们一定要说 小于的卷点到了 关键所在说 其实包括共和党内部 都在寻找新一代的 下一代的政治领袖 到底会是谁呢 在大屏幕上 有很多的人选 针对这个部分 我跳到北京摄影棚的现场 四位嘉宾手上有手牌 用手牌来回答我 你觉得特朗普 还是有机会 能够重新坐上白宫主人宝座的 还有机会的 去赞成 相反反对 我看看北京 摄影棚 没有 这边是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只有一个 觉得还有机会 燕言请说 我觉得他还是存在 一定的机会的 因为他确确实实 其实在共和党的核心选民 或者他自己的铁粉当中 还是有很高的号召力 虽然说他在本次的中期选举 的后面发力 后程发力不足 但是他在中期选举的初选阶段 表现非常好 也就是说 这个初选阶段表现好 就证明特朗普 在他的铁粉当中的 号召力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认为 他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但是机会并不是非常的大 特朗普是一个死不认输的人 他要搅局搅到最后的 你看他在1月6号那个表现 对吧 他甚至要搞政变的 就是因为那些军人没听他的 他是准备用尽全力 他认为他当总统 他什么都可以干 没有他不能干的 所以这个人要搅局 搅到最后的 所以共和党正因为 因为川普的那种组织能力 他的铁粉的这个影响力 不能摆脱川普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共和党 他最后就是因为川普 他不可能下次当选 所谓的搅局呢 如果没有Fox的支持 或者没有这些媒体的渲染 这个特朗普可能就会自我表演 他还会 还得继续出书呢 他书签名版卖得也挺好的 很多人花大奖钱 花好几倍的价钱去买他的东西 出这个比特币 或他自己还从这个商业上 还有所考虑 我觉得他最多是玩一点 政治的游戏而已 对于这个将来当选总统 大家更担心的可能是拜登 是不是决定还要继续参选啊 80岁的总统会做得怎么样啊 可能更关心这个问题 但我顺着孙哲的逻辑来说 现在在政治商量当中 现在似乎是拜登盖过了特朗普 那么大家更关心是拜登会不会在下个月 就真的正式宣布 他要再次来角逐蝉蝉 这个几率大吗 他一定会竞选到底吗 他自己到现在为止 还是我看他的各种表态呢 还是6% 70%还想继续当选 起码他要干完这一任 你不能说我因为年龄的考虑 我对自己都没信心了 我只有表示我2024年 我那个时候经历还很纯沛 那么大家才对我现在的将来两年的工作 才更加信任 对我更有信心 我觉得他是起码是这种心态 其实这里边最主要的不是拜登本人 是他背后的团队 就像那个里根当选以后 里根其实很少关注的 他就是把整个经历 他一天就工作几个小时 把事交给他底下的人去干 所以这个团队最主要 所以只要是拜登他的这个精神状况 身体状况能坚持 那他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不会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一个新人出现 因为新人出现 川普退出 所以变成一个新的局面 这个新的局面很难说 但是我就想 共和党的候选人 他必须摆脱川普的影响 比较难 比较难 所以我猜拜登大概率 不会继续竞选 拜登实际上在头两年 虽然大家很不看好 他在第二十里当选总统之后 但是这两年已经显示出 他的政治手腕和成熟度 以及在参议院的经验 给他去在两年之内 做出了这么多 跟医生有关的立法 包括基础建设法 学生贷款法 反通话膨胀法 以及医疗这些方面 那我想他现在 从现在开始 最后两年 他基本上睡大觉 到2024年的时候 最后的后 后面第二期的四年 他基本上可以不做什么事情 只要他有口气 他就能够稳稳地当选 而且民主党党内 目前来看 没有人敢站出来去挑战 而且即使站出来挑战的话 基本上也没有任何赢的希望 所以我个人认为 几乎是百分之百 拜登会继续连任 我想补充一个小小的线索 就是供大家参考 因为我是跟过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 就是说前段时间 民主党推出了一个 就是选举制度的改革 把初选的第一站 从Iowa换到了South Carolina 换到了南卡 为什么呢 因为拜登在前四战初选的时候 前三战他都输了 他唯独赢的就是在南卡 而且他在南卡是得了大量的黑人的票 然后把拜登才抬起来的 然后最后确立了党内的领先的位置 所以当时我们一看这个消息说 民主党改变了选举的规矩 然后第一站从Iowa换到South Carolina的时候 就大家都觉得这明显的是为拜登再度 那个出来选举保驾护航 所以就是我提供的一个数据方面的 这个线索吧 我的看法跟他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们刚才谈都是 从他个人的个人因素 他愿不愿意做 和他身体怎么样等等 我觉得我们 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美国现在 如果说2024年 还是拜登和川普对决 两个老人对决的话 是美国政治的一个悲剧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正在经历 三个非常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一个是国际结构变化 以中国为首亚太经济的崛起 改变了世界格局 第二个就是美国国内 以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第四次产业革命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 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 20年以后就真正进入一个多元社会 那么面对这三大结构性变化 我们现在需要新一代的领导人出来 不管哪个党 我觉得这才是美国的福音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管因为个人原因 还是因为健康原因 最后还是剩下 就是拜登和川普对决的话 我认为是一个悲剧 对美国不是好事 接下来众议院肯定是一场闹剧 这个僵局不僵局呢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政治传统 和政治常态 美国的政治的基本理念 我的感觉是四个字 平民自治 一胡锡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一席台的现场 又有一位嘉宾加入我们PK的行列 在画面上看到台北现场 台湾退役的将军率化名 我们都说新人新年新希望 但是对某个国会来讲 有新人 但是真的有新希望吗 台北现场的率将军 您是如何看待的 因为现在这个要看民主党 跟共和党那个提名的机制里面 是不是能找到一个足可以代替的人物 那你要知道川普还是在 他这些贫下中农里面 他还是中西部的这个 这个低跌的这些国民里面 他的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所以说共和党里面的提名 能够找到一个压倒川普的绅士 因为现在拜登做的事情 国会的起诉案 川普的逃税案 逃税案虽然不犯法 在道德上违反了美国很多人民的道德观念 所以虽然在法律上 他可以不纠责 但要机密文件的夺取 这些案子都继续在加码 所以川普能够当选的 如果出来选 当选的这个坏人率不高 但是共和党能不能找到一个 代替川普的人选 这个在这一年里面 要看他的努力跟他的共和党内部的 这个初选阶纸里面 什么运作 好 现在帅将军 我们跳到在北京顺目的现场 继续请教是燕炎 燕炎 认不认同法新生说 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 看到美国国会会将呈现的是 调查 分裂和僵局 除了这三个词语之外 你觉得还会多出什么词语 我基本认同他这个判断 尤其是僵局这个判断 因为麦卡锡确确实实是164年以来的 最弱势的一个议长 那么他可能就是要面对 两党极化 这些党内分裂着 这个多方面的一个撤肘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今年的7月份 即将达到的这个债务上限问题 很可能就是要面临这个两党的扯皮 因为这个自由连线 还有其他的集团保守派都认为说 美国的债务上限已经难以为计了 那么他们要求麦卡锡去缩减财政开支 那么缩减财政开支就要看 就是节流是节的谁的流 比如说他要节国防开支的流 那五角大楼肯定不同意 国防硬派也会反对 如果要节流 节的是这个社会项目支出的流 那么民主党肯定不同意 那么肯定是两党在这个问题上 有这个很长时间的扯皮 那会不会造成这个美国政府 进一步关门呢 所以这一定是会迎来一个新的僵局 我个人觉得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它其实是有自我修复能力 而且也是有弹性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斗争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最后还是能够想出一个办法 去推动他们的政治一程 所以我 而且我个人觉得 一个弱势的众议长麦卡锡 对于拜登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拜登本来就是当了40多年的议员 他对于参议院的控制能力 就非常的强 去年他一系列地出台了 各种各样的这个法案 那么如果众议长 现在是一个很弱势的麦卡锡 麦卡锡自己的共和党内的人 都搞不定的话 那么拜登完全可以 利用共和党内部的矛盾 继续去推动自己的议题 这个对于民主党来说 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接下来众议院肯定是一场闹剧 因为众议院呢 大家讲到说 它这个立法方面 不会有什么作为 因为现在这个众议院 只是其中一部分 然后呢另外 但是众议院有两个权利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就我们叫做这个 Power Purse 就是拨款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Suppena 就是可以举办听证会 招证人 那么这个呢 这个Suppena这件事情呢 会变成一个闹剧 所以以后两年 我们会看见各种各样的调查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有一种 这个 我甚至有一种 有时候有一种想法 如果媒体呢 把这种调查全部都忽略 不去关心呢 实际上它对美国的证据 没有什么影响 当然实际情况呢 它这个媒体会非常追踪这些 所以会在美国造成非常不好的气氛 这个是这样 那这个呢 只是一种气氛跟舆论上等等的影响 但最重要的影响 刚才有嘉宾也已经提到了 在这个拨款的上面 一定会对美国产生非常深远的震荡 就是关门啊等等这些 希望所有这些都是短期的 对 我觉得我们在评论美国 这个两派争斗的问题上 我的看法是这样 来美国以后 我观察美国社会呢 跟中国社会相比较 我觉得我们 美国的政治的基本理念 我的感觉是呢 四个字啊 平民自治 就是平等的民众自己管理自己 它这个基本的理念是在这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它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政治斗动 这种争斗啊 互相牵制啊 是常态 一个比喻就是 我觉得中国是下象棋啊 美国是下围棋 是大家都是同一同等的 每人手上一张票 都是一样的 大家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 是搞政治是要下象棋的 先要保持谁是金马炮 谁是将帅是 是吧 就把他摆棋才能走 这是我觉得两国家是很大 区别很大的一点 因为在美国呀 这个所有每次的民主的结果 不管是怎么争斗 是打还是闹 结果都是在各种力量 角斗当中达到了一个 展示的平衡 然后解决这问题 然后社会往前走一步 然后大家又散了 散了以后再去找新的目标 再去做 那么这次的朋友 下次可能就是敌人 他就这样 这样往下走 一轮一轮往下斗 很抱歉打斗 因为当你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看到小光兄发出了卫星一笑 这个笑意味着什么 小光兄如果套用这样的比喻 来观察接下来美国国会的运作 会有哪些不同的观察点呢 小光 我基本上同意小燕 用围棋跟橡棋做比喻 因为最后的胜利 就是一目或者半目的这种差别 在整个之前我们并不 但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 美国政治的最根本的原因是 就是我们就喜欢美国Football一样 就是说就很多人是在场外看电视 有很多人在现场看 那我是喜欢就是在场上去打球去 成为队员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每分钟每秒钟的这些变化 其实就是跟我们在外界的想象 和预测有很大很大区别 所以我就说 刚才我们说的僵局也好 调查也好 这些东西不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词可以形容的 就即使是调查 里面也有无穷多的这个变化和细节 以及程度的分别 而所谓僵局呢 其实我自己认为呢 美国政治一直都是僵局 只是在谈判的过程中呢 怎么能够用每天每小时 在这个议会里头去把这些僵局 去不断地去打破 这个僵局不僵局呢 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政治传统 和政治常态 所以这个美国将来选取 选出什么样的总统 都是美国人自己的选择 他觉得国会设计的时候 并没有把国会设计成一个 高效率立法监督的国家 就想设计成一个老牛脱破车 但是你能够走动 你能够反映国会众议院 反映50个州 每70万人 一个众议员 充分反映民意 然后用参议院来加以制衡 最后总统再加以把关 我觉得他这种整体的设计 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僵局的设计 刚刚八位嘉宾 对于美国国会 接下来未来出现 什么样的僵局这个部分 都有不同的解读 但是无疑地 有一个共同关注点就是 很担心美国政治的极化 这个趋势会不会越演越烈 美国选民自己也受不了了 戴洛普公司 去年12月的民调显示 七成美国人不认可国会的表现 一半认为美国需要第三政党 有可能吗 美国出现所谓的这个政党 其实它的含义应该是指 有影响力的政党 有这个影响力政党 出现的这个主客观条件 它能不能解决美国 目前政治极化的现象 首先是陈征 首先就是我认为 美国的这个国家 疆域非常的辽阔 在一个国土面积巨大的国家 你想去在50个州都能够选出第三党的代表人物 然后去跟已经成立了几百年的这个两个老的党去PK 这是非常难的 其实对于这种国土疆域非常大的国家的话 最后都有一个趋势 就会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 在美国就是我们能看到 美国的联邦政府现在权力越来越大 在这种我认为国土巨大的国家 这个想出现第三党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现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他们都是具备自我更新 和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吸纳新鲜思想和血液能力的这么一个党 比如说特朗普 他的观点对吧 他很极端 但是他就被共和党吸纳进去 然后就跟共和党的右翼捆绑得很好 那么未来共和党 不管有没有特朗普 他都会提出Mega的一些政治主张 也就是说 不管有任何新鲜的政治主张 都会被现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所吸收 所以你再想成立一个独立的第三党 你如何去提出有益于两党的观点呢 提不出来 美国有其他的党 只是这个党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党呢 只是这个一直没有太多的影响力 实际上有一些党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但现在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接下来实际上小光可以更讲的 就是说杨恩哲成立的这个 前进党 这个呢实际上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现实当中 已经在逐步成为现实 所以往下呢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从理论上来讲 第三党对美国的政治运作肯定是有好处的 但是就说刚才这位嘉宾也提到 从现实来讲呢 这个现实跟理想之间的这个区别 那么但是现在这个努力呢 已经开始了 只是说在多久的时间里能够有成效 对 谢谢王华 这个第三党的建立呢 实际上前进党的建立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是从总统选举的 这种不可能的这个出发点出发的 当美国政治势力非常非常观念 非常分裂的时候呢 第三党存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是这种可能性能不能做到 那看我们自己的努力 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这个杨恩哲的第三党呢 我一直参与他的这个筹款活动 那目前来说呢 我们大概用半年的时间 已经筹到了700万的这个政党资金 同时呢在30周呢 完成了这个政党的注册 那如果是在明年5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 如果能完成50周的政党注册的话呢 实际上就可以参与这个 2024年的总统选举 但是呢第三党的真正作用 并不是说推举出一个 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而是在美国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呢 能够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同时呢在参议院能够用一票或者两票 去帮助中间势力 去平衡两党的政治势力 去做出一些符合中间老百姓的一些利益的一些政策 这是第三党的真正的目的 至于最后能不能成为大事啊 事在人为 就是也是我们就是这个 从事政治活动的一个这个理想吧 美国的政治刚才讲的第三党出现的可能性 美国如果不改变它赢者通吃的话 这个第三党是不可能出现的 就真正有影响的不可能 在地方上有可能 对吧 independence 你比如说那三党就是independence 但是作为大局来讲 所以这个美国的政治它就是赢者通吃 所以呢你不改变这个 第三党是出现不了的 但是即便是没有第三党 少数派的几个顽固分子 就像这次在议会 它照样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说你如果一分裂比较严重 正好是对等的 那么少数几个人 它就会起到类似第三党的作用 他知道对华前面对抗的成本 是他很难承担的 为什么连人口1%都不到的人 可以绑架全美的那么多人 然后对中国如此敌视呢 政治人物永远不会放弃 意志形态的斗争 一胡锡谈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锡谈的现场 麦卡锡上位之后 到底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大家已经看到动作了 他上台之后第一个动作 这第一枪就直接打在中国身上 新国会的跨党派 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成立的 中国特别委员会 就是要彻底调查 有关于所谓的窃取智慧财产权权 还有中国对美国军事经济的强大威胁 方方面面的讯息 我们看到了什么 帅化名 帅将军请 他这个特别委员会 就跟他的军事援助法案 是相结合的一个东西 他甚至还要派出美国的文人 到台湾的所有政府部门 包含国安单位 国防部 内政部里面 讲得很好听 还学习中文 参与事务 他又主张这边台湾的军事训练不行 派遣军官在这边训练 这就标准的俄乌战争的前板 必须要用他那一套 说俄乌战争经验里面的城镇作战 来达到台湾消耗中国大陆的目的 这个法案跟这个设想是非常 他会死伤很多台湾的军民同胞 我在纽约的时候也见过一些 台湾去到美国访问的朋友 还有很多人希望加强美台的勾连 美台的联系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从大陆不管美国国会 将来扮演怎么样一个丑陋的角色 那么中国大陆一定要加强 做美国国会的工作 或者至少说沟通方面 因为两岸过去有一句话 两岸的竞逐在华盛顿在国会 但是这方面台湾最近几年 在不断地加强跟国会议员的交往 我觉得这个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台湾问题我觉得美国 他当然希望在这里边 找借口参与到里边 他认为他这是理所当然 作为一个世界捍卫民主自由的领袖 他肯定要去保护台湾的独立 台湾的自由之类的 但是长期来讲 他不会用台湾牺牲他在中国的利益 他只会利用台湾做一个棋子 跟中国博弈 所以这个棋子怎么用 他不会真的去捍卫台湾的 但是他会利用这个 那么两岸一统一了 他反而失去了一个插手 中国政治的一个借口 所以他更希望保持现在的这种关系 这是我的感觉 大家关心的就是麦卡锡 他在选之前就已经放话好多次 他只要当选美国国会议长 他一定会双脚踏到台湾 他真的会多谢这个诺言吗 如果是今年要做 他会选在什么样的时机呢 叶雅 我个人认为他一定会率 这个美国国会团去串访台湾的 但是美国他就是对华对抗 或者对华博弈的这个局限性呢 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两面性 也就是说他知道对华全面对抗的成本 是他很难承担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会导致就是两手下注 就是两面下注 第一呢我要确保 我要全面地去扼压你 或者压制中国 另外一个呢就需要管控分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他这个串访台湾这个行为呢 会是相对来说一个比较 克制的一个行为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会串访台湾 但是实际的选择也很重要 二三年的话 我们的推测是觉得不太可能 如果要串访的话 可能也是明年 因为这样的话很有可能 在这个总统选举期间 再给共和党再添一把火 然后再让共和党的选情 再高涨一些 我补充一点 这个今年还是非常有可能去访问的 因为他是自己说 是三月份要去闪电班的访问 那么现在大家呢 普遍的预测 就是包括美国学者 普遍的预测呢 可能前半年 他的立法议程太过繁忙 所以撤不出时间 可能在八月份 国会休会的时候 他趁机访问台湾 所以这个两个时间点 都值得我们关注 我认为他一定会来 因为反中现在是 他们两党一致的想法 所以这个问题 台湾没有任何发言权 你要相信 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赖清德也好 他们是一项二 只要美国来他都欢迎 但是台湾真正的老百姓 都对这个事情非常忧虑 因为这个人是一个 冲突的一个突发点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就看美中两个 政治领导人的智慧 这个议长是绝地会 挑起这个冲突的一个营火点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看 双方的事前有没有沟通 事情发生 中间有没有协调 事后有没有善后的处理 台湾来讲 无能为力 最近大家特别热门的话题 就是华府的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的最新兵推显示 大陆2026年对台动武的话 那么美军二艘的航母 将会被击沉 它最后的兵推结果竟然是 台湾是焦土产胜 这个部分我们对照一下 过去兵推18次 是美方输18次 这次怎么得出的结果 跟以前不同呢 帅将军请说 这个CSIS是个老的这个智库了 它的推演里面含得有政治包含的意义 第一个 它把推演的假设议题 放到最大处 包含日本参加 包含美国参加 这就等于美中 美日加入 跟中国的军事冲突 而这个冲突里面 有极大的危险 就是战争的螺旋会升高 从局部冲突 变成一个全面的冲突的话 那核子战争两边就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它所设的四个假设问题都不存在 台湾有这么强的战斗意志吗 是为中华民国而战 还是为台独而战 还是为美国的利益而战 这个议题在台湾已经很发酵 从台湾的九合一大选里面 抗中保台的牌已经失效 而且CSIS讲的这些 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舰队全部瘫痪 但是各位想一想 二次大战的军演 谁的制造力强 谁就赢得最后战争的胜利 那你今天以美国的海军实力 三分之一要退伍 大陆的造舰能力 五艘可以同时制造 还有商用的这个船屋 都比美国多 所以这个问题 美国也应该很清楚 这一次的军演是从外航来看 或者从我们来看的 是非常感兴趣 但是我们实际上 跟一些政治学者 甚至军事方面的学者 因为我自己在学界 大家有交流的时候 跟刚才率尖军讲的一样 这个军演 他就说很多时候 是结论放在前面 然后在推出一个军演 来证明这个结论 所以他说军演的结论 可以是任何一个 只要说是这个 所以从目前来讲 这一次军演 更多的是为了影响美国的 就是可以说有一些势力也好 有一些考虑也好 就是是想影响美国的台海战争 台海的这个政策的一部分 所以这就说跟以前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对这种军演 是大家的意见 是不值得花太多的精力在上面 更多的时候 是应该想想这个关系的本质 不管中美关系多么严峻 不管是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 你把美国看作一个天使 还看作一个魔鬼 一切都要以保护 从中国角度来说 从我们人民利益的 最根本的保障 我们国家人民 是不是百姓能不能 获得最大的幸福 从这个角度来看 要加大对美国的研究 要加强跟美国的对话 中美之间避开 这些意识形态的争执 从人民利益 能不能得到最大落实的角度 来出发 可能会对中美关系的改善 会有一点好处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 我们特别要 双方都要避免 打这个意识形态这个仗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要双方都要避免 因为什么呢 意识形态这个东西 都是大家都想 就是占领一个道德制高点吧 实际上中美两国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由于国情不一样 由于我们的历史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 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但是我们都获得了成功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不是对错 而是选择 我也是搞社会科学吧 这么多年意识到一个问题 追求绝对真理 这种思维方式啊 实际上是一个思维陷阱 我们没有任何真理 都是相对于某一个时代 某一个历史 某一个国家 这个地域情况 不能这样 双方争都是 所以我倒是看 这个看法就是说 要避免争的 所以就是说不争对错 尊重选择 然后不去 就在打这意识形态战 这是我的对中美的关系 我觉得将来如果走出来 这可能很重要一点 政治人物永远不会放弃 意识形态的斗争 各位刚刚唱的是道德高度 你看看乌克兰的作为 让他的盟友欧洲 法国 德国 受到的伤害是美国制裁行动 对自己的朋友两肋插刀 国际的博弈只有实力 没有别的 我觉得人民之间 只有不交流才会采生误解 然后才容易被那些 极端的政客绑架 而真正对华非常鹰派的 那些政客连人口 美国人口的1%都不到 为什么连人口1%都不到的人 可以绑架全美的 有那么多人 然后对中国如此敌视呢 就是因为美国人民 他不了解中国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 这样的渠道去和他们进行交流 所以我还是觉得 人文交流很重要 谢谢所有嘉宾参与 今晚议会才能热行列 刚刚帅将这一句话 你看政客的眼里当中 其实很重视权力 事实上我们看看 过去这一周当中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 就是麦卡锡 当他拿到了一掌 怒锤的那一刻是 你看他笑得有多灿烂 但是就算他已经做到了 他自己美梦成的同时 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 美国国会议长的一锤 这不是个普通的木锤 这个木锤绝对不能成为 少数强硬派 绑架政策的空心锤 这个木锤更不能成为 美国优先意识形态 唯先之下 去对别的国家显微风 摆身段的木锤 当木锤敲下的同时 不要用意识形态绑架 而是能够想到 大国之间和平相处的珍贵 最有期待我们接下来 一年所看到的新国会 新人士新希望 而不是新失望 不要让美国的国会 变成一部黑色 充满血腥暴力的仇恨惊悚片 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下周见 中美关系如何避免 变成美国政治内斗当中的牺牲品 对于美国来说 它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假想敌 它需要中国这样一个 外来的影响 这样才能够保证 美国社会内部的这种粘合度 中国实际上是有一些主动权的 拜登政府是比较务实的 一个至少在外交方面 中美之间要避免 这个军事对抗 用我们的理智化解危机